北京时间今天晚上,中超联赛第16轮的比赛就将正式打响,其中天津拳剑将会在主场迎战河南现夜。 两队在此前的中超赛场一共有三次交手,上赛季拳剑取得了一升一平的战绩,而本赛季第一轮中拳剑就以4-0横扫对手,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,拳剑要想在主场拿下剑也不再变得容易。 众所周知,如今的天津拳剑已经是缺冰少将,前场位置上状态火热的杨旭,因为要处理家庭突发事件无法参赛。 刚归队不久的莫德斯特仍然处在伤病恢复期,主力后卫张成累计4张狂牌停赛。 小将刘一鸣也随国家队被占亚运会去了,这对拳剑来说踢连赛变得非常困难。 然而更加困难的还有,当家核心外援维特赛尔传闻离队的消息,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。 昨晚,天津拳剑主帅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正式表示,球队已经收到了来自其他俱乐部对维特赛尔的官方报价,而可以肯定的是这家俱乐部就是德加豪门多特蒙德。 他们打算以20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维特赛尔,此前天津拳剑多次对外宣称维特赛尔属于非卖品,并且球队也从未收到任何其他俱乐部的报价信息,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。 根据天津媒体每日新报的消息,维特赛尔已经不再是拳剑队的非卖品,如果迫不得已的话,俱乐部会考虑将其转售出去。 看来捧捧头距离离队越来越近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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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